手臂肩膀拍一拍 做作养身操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代部长黄勋才走访如窃区 同居民一起活动筋骨 不少居民也在同部长的对话会上 表达他们对医药费高涨的担忧 黄勋才表示 政府已经承诺增加多一倍的医药开支 并检讨健保双全计划 让国人享有更全面的医疗保险 但要更公平有效的协助 真正有需要的社群 政府也需要国人的合作 黄勋才表示 政府的援助计划开销 必须维持在负担得起的水平 避免转嫁给下一代 针对有不少居民提出 不符合申请保健援助卡的条件 希望政府给予协助 黄勋才表示 保健援助卡是根据申请者住房的年值 来评估它是否符合申请资格 但政府其实也有不少的援助措施 申请条件比较灵活 可以更整体全面评估申请者的经济状况 新闯媒新闻记者薛书惠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